凡公审之前 必先上演白毛女 话剧版本 只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让宣教员迅速学会这部戏 若是人手充足 则是唱大戏 也集戏曲版白毛女 明朝初年 原杂剧盛行全国 被俗称为北曲 明代中期 南曲逆袭 易阳枪 青阳枪 徽州枪 太平枪 昆枪迅速流行 昆枪经过标准发音改革之后 被誉为官枪 念白全部使用官化 其余剧种迅速跟进 也纷纷采用官化念白 因此明教必为普通话高手 到了明末 南曲统治全国 又分为南方枪调和北方枪调 北方枪调 以贤锁枪 帮子枪为主 其中 鲁玉两省的女儿枪 姑娘枪 罗罗枪属于贤锁枪 秦枪也已发展壮大 被归类为帮子枪一脉 南方枪调 以昆枪 高枪为主 其中 高枪由易阳枪 青阳枪等诸多南枪混合改良而成 南枪北调 就此成形 乃后是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的祖宗 山东不需要太多演出 因为地主世身都过不下去了 分田也不会受到地主阻挠 无主之地太多 百姓得到田产之后 就算地主家里有田 又有几个农民愿意垫耕 说实话 便在山东有万亩粮田 接下来一两年也只能荒着 孔家属于义类 义类自然要重点照顾 被派往屈服的宣教官 人人都会唱大戏 他们此时唱的是高枪 山东百姓也能听懂 一部白毛女还没演完 看戏的百姓已经沸腾 幸福多种多样 悲伤总是相同 白毛女的遭遇 也能引起屈服百姓的共鸣 这里的孔老爷就是无数个皇室人 有人痛哭哀嚎 有人愤怒唾骂 代恶努孔林 公审大会 早就有了套路 对付地方大族 不能直接公审世身 因为有些世身伪装得很好 甚至还颇有善明 一切恶事皆为家奴所做 必须先对恶奴进行公审 再由恶奴攀咬出世身 最后必然变成狗咬狗的局面 世身与恶奴互相指责 将百姓的怒火彻底点燃 那个叫孔林的家奴 被拖到公审高台上 两腿发软扑通跪下 宣教官举着铁皮喇叭 指着此人说 孔林本姓度 原为东昌府泼皮 几年前 白连教公占屈腹 孔氏之人多逃亡 这孔林便在东昌投靠了孔印帽 白连教匪灭亡 孔林随孔印帽回到屈腹 请苦主上台诉说冤屈 一个青年被带上来 当即给宣教官跪下 草民孔真祥拜见官老爷 请官老爷给草民做主 宣教官说道 快快起来 陛下有令 民建官不得下跪 孔真祥告谢站起 指着孔林说 就是这丝 草民本也是屈腹地主 白连匪扣来了 草民的父亲 兄长皆遭不测 母亲带着草民逃离屈腹之前 曾在院中埋下千两白银 等草民回到家中取用 便被这丝给盯上 不知从哪弄来一张欠条 印巫我在东昌借了他银子 天可怜见 草民逃难时只去了东阿 根本就没有到东昌 也没有见过此人 哪会借他的银子 宣教官问道 后来如何 孔真祥说道 当时草民只有十五岁 少不耕士 便跟他起了口角 又棍子打了他 这丝羊装被打断腿 又与孔兴鹿串谋 把官司打去族举那里 族举偏听偏信 盼我归还欠债 还让我赔十两汤要钱 草民的母亲不甘蒙受冤屈 玄良自尽已正清白 竟被这丝倒打一耙 说草民的母亲是为罪自杀 宣教官又问 把银子给他了 孔真祥已经说得双眼通红 这丝纠集十多人 夜里把银子抢去 草民去族举那里报官 族举却催我赶紧归还欠债 草民家中的上田 全是靠着水渠的上田 皆被用来抵债 悉数落在孔印帽 孔兴鹿父子手中 为啥冰灾饥荒之后 山东已经人少地多 还有人处心几率谋夺田产 因为大汉不止 距离水源较远的土地 纷纷被地主抛荒不耕 有权有势者 便仗势欺人 盯上了能够灌溉的上田 那个叫孔林的家奴 只不过是一条听命行事的狗而已 冤枉啊 孔林哭喊道 这位官老爷 草民一个外地人 那里有能耐欺负本县的地主 都是主人指使的 草民只得到十两银子的汤药费 事后的赏钱才二两银子 戴孔印帽 孔兴鹿父子 一个老头 一个中年 被拖上公审台 宣教官问道 孔真祥 孔林所言 是否属实 这件事情 知情者太多 而且家奴已经招供 他们父子根本无法抵赖 孔兴鹿连忙说 这位老爷 我与父亲也冤枉啊 亲战来的上田 我家只拿到两城 剩下的都被族举弄去了 宣教官喊道 带孔氏族举孔印针 又一个老头儿被拖上来 宣教官问道 你霸占了孔真祥家里七成的上田 孔印针叹息道 这时当时闹得挺大 老朽确实拿走七成 但后来被族长家的次子分去一半 一个串一个 疑问就是一大串 只侵占上田的案子 就牵扯出十多个人 同宗同族 他们也真下的去手 无非欺负孔真祥父兄皆死 家中只有十五岁的少年 未出嫁的少女 以及死了丈夫的寡妇 宣教官指着这十多人 拿起铁皮喇叭大喊 还有谁 被这些人欺负过 有冤屈的都上来 我 还有我 数十人纷纷站出 被宣教官安排着逐一上台 有些案子 人尽皆知 有些案子 却别有引擎 而且 一桩案子必然牵扯颇多 台上的受审者迅速变成几十个 反正不论如何 随着恶事一件件道出 台下百姓已然群情激愤 开始捡起土石块 往那些混蛋身上扔 行刑 主持行刑的 是区复县的司法系统 公审内容全程都有记录 二十多人 一字排开 当场用绳子绞死 这些都是牵扯到重案的 比如谋杀 奸乳等等 还有四十多人 被判作苦役 必须无偿给官府服役五年 服役期间 不得落户 不得分田 财产全部没收 子孙三代不得做官 不得拥有专营商业牌照 服役期间若敢犯事 即刻流放台湾岛 杀得好 倾天大老爷啊 随着最大恶极者 一个个厌气倒下 百姓也纷纷跪下感激谢恩 爹 爹你怎么了 还没审到孔印之父子 这位衍圣公就下的晕厥 带孔星蟹 正在给父亲掐人中的孔星蟹 听到这话也晕了 真晕了 吓晕的 因为他做的事情 按照刚才那种判法 也肯定是死路一条 哒哒哒 一骑快马奔至 沿途大喊 必下手遇 必下手遇 正在旁观公审的毛麒麟 文言微微变了脸色 难道皇帝是要放过孔家 毛麒麟接到手遇之后 仔细阅读一番 随即大笑 哈哈 真盛名之君也 毛麒麟把皇帝手遇 交到司法官员手里 司法官员立即重新判决 刚刚判处苦役的四十多人 其中十六人被改判为死刑 若有死罪案 知情且纵容者皆杀 这就是皇帝 凌驾于法治之上 一句话就决定众生命运 即便今后制定了宪法 真把皇帝惹毛了 皇帝也可以强行违宪 赵汉的宪法 只能约束子孙 不可能禁绝子孙做什么事情 有了赵汉这封手遇 孔印旨死定了 否则还真不好判死刑 屈腹孔氏 一个衍圣公 一个族长 一个族举 四十族老 还有他们的子孙和家奴 加起来被公审处死百余人 孔印旨 孔星谢父子 是被冷水泼醒的 醒来之后被拉去绞死 孔印旨哭天枪地道 莫要杀我 莫要杀我 我乃孔夫子圣义 我要去南京觐见陛下 呜呜呜 不要杀我 求求你们 不要杀我啊 我没有杀过人 我还开仓放过粮 坏事都是他们干 嗯 救 救命 严应元看着满地尸体 忍不住问毛麒麟 献尊 杀了屈腹孔氏这么多人 今后如何面对天下世子 君知名声 孔将于如林所不容 毛麒麟笑道 如林是哪个林子 我毛某人 十三岁考秀才 便是杭州府第一名 儒家经典 不说全部精通 却也都粗略读过 我读如经 只看到仁义二字 来了屈腹 却看不到仁义 此乃藏乌那垢之地 为了孔夫子 我也要将这些人杀了 至于那些俯儒说什么 干我毛某人屁事 上次我禁言触怒陛下 陛下依旧让我当官 我便知道该怎么做事了 君臣相宜 有什么君 便有什么臣 献尊建国陛下 陛下是怎样人 严应援好奇道 毛麒麟哈哈笑道 人君也 非仁慈之人 乃人民之人 在这大同朝廷当官 当之以民为本 把百姓治理得高兴了 皇帝就会高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严应援点头 明白 毛麒麟说道 我是知县 你是县城 想把屈腹治理好 咱们就得齐心协力 切记 切记 万事以民为本 他们两个弄死衍圣公 弄死孔家一百多人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 都必然因此名扬天下 只不过 究竟是哪种名声 恐怕还不好说得很